大家好 各位 pessoal 我们是Marso 见到一身装饭很特别 因为今年和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暑假最令人期待的节目 就是这个 word 这种食材以赛马乌森庄 科學館主辦的一個恐龍展 裡面就展出了8副非常之巨大 非常之珍貴的恐龍鞋骨模型 大家如果想來就記得要上網報名 就是大家走這個展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按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就找恐龍了 大家進來這個恐龍展 第一個會見到的一副恐龍鞋骨 就是1990年出土的這條涼籠 這條涼籠是屬於珠羅紀的一個物種 它的身長有28米長 估計它的重量有12至14公噸 那麼重 它就是第一次組裝去呈現給大家看它的完整面貌 大家看到我的scale就記得它有多大條 在涼籠鞋骨的展品旁邊 就有另外一些比較細小的展品 這個是比較珍貴的 5號這個是涼籠的皮膚任痕 皮膚是一些比較軟的組織 比較難受風化或者侵蝕的影響 這塊化石就有一些恐龍皮膚的紋理在上面 可以讓大家看到大概恐龍皮膚是怎樣的 在我身後左手邊的這條涼籠鞋骨 是1996年同樣都是豪威採食場出產的一條鞋骨 這條涼籠是來自珠羅紀 它出產的時候就有99%的骨頭在這裡 還有專家在他的肚子裡找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生物的鞋骨 相信就是他最後的晚餐 在二特龍的旁邊就有這個西龍的鞋骨 西龍就是劍龍的近親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他背上同樣有些背板在這裡 作一個智慧的用途 他出土的時候就在他的鞋骨上面找到一些皮膚的紋理 這些皮膚的紋理在所有的恐龍鞋骨裡面其實都非常之罕見 走過一點點我們就看到第四副很珍貴的恐龍鞋骨 這副就是屬於色腳類恐龍的幼齡恐龍鞋骨 為什麼幼齡恐龍鞋骨這麼珍貴呢 是因為他們的骨頭通常都比較細、比較脆 很難會找到一個很完整的一副鞋骨 這副鞋骨相信就是在短時間之內被淹了的一副鞋骨 所以才會保存得這麼完整 前面大家看到有石頭的這副就是幼龍鞋骨的珍貴 後面就是專家特意復刻呈現給大家 究竟幼龍的狀態會是怎樣的一個展品 看完朱羅紀恐龍的一些化石之後 我們就過來恐龍研究室 這邊就會展示一些開彩滑掘和處理恐龍鞋骨的過程 大家就可以了解整個化石滑掘的過程是怎樣 而在我身後就是一條真的色腳裏恐龍的鞅骨 大家就可以親手摸一摸感受一下究竟恐龍的骨頭是怎樣的 這邊還有一個蠻有趣的小朋友應該蠻喜歡的一個環境 就是可以自己砌一個恐龍的鞋骨出來 都蠻益致是一個3D的Puzzle來的 這邊有一個圖示可以告訴大家正確的砌是怎樣的 找回相應的鞋骨砌在這個架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製造你自己的恐龍了 不懂得採 這裡應該是這裡的 這裡應該是這裡的 這裡是尾 喔喔喔喔 可以了 現在穿過時光水道 我們就去法惡紀看其他恐龍了 來到法惡紀 恐龍就開始巨大化了 就好像我身後的這隻恐龍的朋友 翼龍 因為翼龍的骨頭比較細 比較脆 比較難去保存到那麼久 那這隻的翼龍就是全球第一隻以科學方法 去一比一複製出來的一隻翼龍 後面的一些多媒體的技術 也都還原了它當時的一些外貌 外觀 說到百惡紀恐龍 又怎可以不說暴龍和三角龍呢 我後面的這兩副的恐龍鞋骨 都是針織來的 大家就可以親身來到這裡感受一下 究竟暴龍和三角龍是有幾巨大幾空猛 最後大家看到的這個化石模型 就是激龍的化石模型 激龍的化石為鞋 第一次是1912年在埃及發現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炸毀 經過了接近一個世紀的時候 才發現有新相關的化石 所以它們的化石非常之珍貴 今次展出的這副模型 都不是登殖來的 而是同樣透過科學方法去一比一復元的那間模型 大家入場的時候也會得到一本長看 長看的背後還有一個恐龍齊齊印的畫 大家可以在展覽場地裡找到不同的Stamp Station 對應恐龍的名字去印相關的壓印 科學館八大沉龍記 大家只要上網預約入場時間 就可以免費參觀 還可以行隔離的上次展覽 除了這個展覽之外 科學館接下來也會舉行與龍同眠的活動 大家上網登記抽籤 就可以有機會進來科學館和恐龍發射一齊佼佼珠 如果你都想參加的話 就記得留意他們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